第一個 因為各縣市的疫情的狀況 都陸續有傳出確診者 那我們為了要協助地方來加速疫調 所以為了有利於疫調的狂烈精確 跟及時 所以我們指揮中心已經有完成了一套 疫調的輔助系統 那我們會跟地方一起來做配合 將資訊的滾動 那來提供給地方政府在疫調上來做使用 指揮中心也表示中央與協同地方政府 持續加強防疫旅館設置量能 那目前現在全國總共有一萬九千一百七十四間 這個是目前為止 官局跟地方政府 大家還是持續在通力合作 那所以接下來會達到兩萬零五百六十九間 至於國人相當關心防疫物資是否足夠 指揮中心指出 防疫酒精庫存仍有一百一十二萬多瓶 下週也會持續生產一百五十萬瓶 五月份到契金總共在市面上銷售的部分有一百七十萬瓶 那目前酒精的庫存量有一百一十二萬瓶 那這些都已經請物流業者 在這幾天都加班的去做配送 那下週包括臺九加上這個五家的民營酒廠 那大家一起要排定下週會生產的量是一百五十萬瓶 指揮中心再次提醒國人週末 儘量待在家中防疫 減少外出群聚 物資充足者不需急著在這個週末出門搶購 希望國人能齐心配合度過防疫關鍵期 遠視新聞 朱古許家榮 台北市採訪報導 二十四路 二十五 五 二十五